您让他生 房子 车 得有吧 对 二一个您的钱 负担不起 受不了的累 没点钱不够开销了 那能给孩子 真是 大家好 我是腾不能说北京 说这年轻人不要孩子 北京大哥直言 这压力太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一块听听吧 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不爱结婚 要孩子 您要自己看 没那能力 您让他生 房子 车 乱七八糟 得有吧 二一个您的钱 如果您外地上去那租房吧 你有能力 什么 有好多就是都不结婚 结婚也不要喊 对呀 都是这个问题现在 同时就是不要喊 给他爸给气的 这要不然就不成 压力太大 压力大大 她说我们不愿收着罪 算了 就俩儿世界了 那就一直不要了 一直就没有了 就丁克人现在 一直没有 后来他爸也失望 不再提这事了 想开了 有一回都轰出去了 不让他住这房了 他外头租了租了两年 嘿 那也不要 后来也算了 后来又回了 但是很多现在这个比例 不是一两个 他这话提出来了就是很多 啊 对 他根本负担不起 受不了这累 是吧 可是不是北京一说 你还挣给点钱不够开销了 那能给孩子 哎真是 人家不愿意 人家自己掂劲自己这点能力 嗯 人家不要 一说不是北京 俩人都高兴啊 是不是俩人特美 哎对俩人人家空间 人家不想以后 以后再说以后 那以后这养老什么呢 也是问题啊 这养老 那一般好的养老人住得进去吧 公历的 都好像上万了吧 多少万呗 嗯 所以根本这 哎 说北京人一般都家里养老的多 就是居家养老的多 嗯 居家里养老 这儿女的过去看看 也就这样 也就这样了 他能怎么着 他得上班 他那儿还有个家呢 对啊 就是 虽然他不要孩子 他们俩人家有点忙活呢 是吧 这事那事 真是 您说这透彻 反正 现在跟过去80年代不一样 您这腰板够棒的 不是 他老得活动 原来有老活动 这一工作就不办了 那就得自己多锻炼 自己自己练 自己就是 我就什么不讲规则的 胡练了 原来是按规矩练 现在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您给我们这老坐着的人讲讲 这怎么腰能好 您不能老坐 坐一会就起来 活动活动 啊 劈劈腿啊 活动活动 腰腿啊 都活动活动 啊 您想 你一个动作坚持多长时间 一天 真够强 啊 对啊 可是现在 有时候忙起来 我就顾不上了 您是吧 啊 就起来 这我腿都木了 您是吧 这一天下来 我是一边有点麻 有点麻 你就有点不通了 就有点不通了 不调理 不调理不行 这人就是这样 一看中医 就调理 西医就说手术吧 现在您是吧 原来人家那中医 包括正骨 都特规矩 人家特有经验 现在就给你上仪器 就先拍一遍片 他就什么给你挣钱 折腾你够了 你给你去检查一遍 其实没做到毛病 就给你摆了一下脚上了 过去我亲眼看人家那 呗一下就好 两分钟就好了 那么神呐 真的人家 就是桃子亭啊 那骨骼大夫 有一个原来的大夫是在 北京西校当骨骼大夫的 有一个就是他徒弟 特棒 人家一看 呗一下 趁你没注意聊天 来一下 立刻就走 进来的时候 这就得行了 一会儿登登登跑走了 那人家有这手艺 他手艺 他其实挺简单的 他就是不跟你好弄 故意给你复杂化 为了什么呀 挣钱 现在真正的有实 真才实学的 少 啊 下功夫的 哦 真就那一下 我亲眼看了 不是想一声 就好了 立刻就没事 所以现在花不了几块钱 预不上了 这 现在怎么要检查 一六一千块钱出去 退了 你想人家都 我看这六七十岁了 能不退吗 看 金华美景 品百味人生 听这位北京大哥 对于年轻人不结婚 不爱生孩子 以及养老问题的分析 那真是头头是道 而说到中医的问题 大哥也说 这必须得传承 关于啊 这年轻人不爱结婚 不要孩子的问题 您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聊起来 再次感谢大哥 接受咱们的采访 再次祝他身体健康 万事顺益